经常有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吐槽说 韩国的护肤品不好用 有很多感觉很火的产品 但是其实用起来很鸡肋 确实韩妆也是有很多容易踩雷的地方 那今天的话就来跟大家分享 真正好用的韩国护肤品们 第一款的话就是独倒的水和独倒的一个爆水霜 刚开始还会觉得说像这种短暂红起来的产品 会没有那么的好用 但是独倒的这一款 它的水就是非常清透 以及性价比很高 很适合拿来做水膜 同时独倒的这个爆水霜 火动的质地 水分含量很高的爆竹 被水分填满的那种感觉 Jazz Jet的一个面霜 这个牌子在韩国真的很小 有一点点偏膏状的一个质地 活水能力非常的好 它是能够把你脸上的水分包裹得非常牢 Hoxley的一个仙人掌面膜 不管是性价体还是效果上面都非常好 采用面膜纸和精华 分开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能够非常好地去保存好精华的一个活性 肉眼可见 面膜撕下来就能够感觉到它的效果很好 Eye Brown的一个蜂蜜面膜 它的整个质地非常的蜂蜜 它比Famacy的那一款蜂蜜面膜 更加偏向于一个蜂蜜的质地 而且蜂蜜它同时又有一个消炎的作用 常去用下来 它会保持你整个脸部的一个稳定感 Also的一个喷雾 回过了好几瓶 很多化妆师老师在打水光机的时候 水油结合类的一个喷雾 来做最后一个妆容的定妆 Medicube的一个毛孔贴 作为一个化妆前的急速补水和急救 它的精华含量又要比我们一般用的那种 精华水要来的含量更高一点 长期用它你真的会感觉到棉毛 会变得很细腻 这边就是我整理出来 韩国真正好用的蜂蜜 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交流一下 在你们心中含用的韩国蜂蜜 都有哪些呢